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部分地区的风是很强 但风吹起来都是热的 而之前我们为大家预告的 这个南方水气 在白天开始也影响到了南部地区 不仅雨是会越来越明显 随着时间呢 这个南方水气北台 下半夜开始在中部 还有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也要注意大雨的发生机会 而今天降雨的分布状况是如何 我们就先从第一张的雨量累积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 今天降雨的状况 从图上可以清楚看到 今天主要的雨区是集中在台南 高雄还有屏东地区 而今天到下午5点之前 雨量累积最后的地方 是在高雄的单大林道 到下午5点之前的累积雨量 有超过了80毫米 而且在雨势还持续在下 另外在我们屏东的马家乡 在下午1点到2点的 这个时间点之内 光是一个小时 就下了接近30毫米的雨量 雨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 所以提醒我的观众朋友 这几天要多加注意这种强降雨的发生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再从下降的卫星云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 明天的天气状况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清楚看到 在我们附近是有一道风面云气 就是因为受到这道风面云气的影响 各地的天气才会这么的不稳定 明天持续受到这道风面云气的影响 加上午或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 明天不仅会下雨 当中还会夹带着对流云气 也就是雷雨的发生 所以雨是会非常的大 提醒我们山区部落的猪人 一定要多加注意 因为地质是非常的脆弱的 一不小心雨是过大的话 就会有灾情的发生 而观星完了天气上的变化 至于明天再温度上的呈现又是如何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 明天再温度上的呈现 说到风向跟地理位置的影响 台东的大午今天又飙出了新高温 又接近到了36度 而到了明天可以清楚地看到 刚刚所提到的这道风面 就会滞留在我们附近 所以明天全台各地的温度 都跟今天相比变化不会太大 于是也都会蛮明显的 明天的风向主要是随西南风的关系 所以这个温度都蛮闷热的 虽然下雨的时候温度会下降 感觉起来会蛮凉爽的 但是不下雨的时候 这个温度都会接近到30度 甚至会更高 所以提醒我们观众朋友要多加注意 另外在我们附近的压线是很密集的 这也表示近海的风力都很强 预估明天近海最强的强阵风 会接近到11级 所以在海边活动的观众朋友 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也因为这个风力强的关系 近海的风浪也会很大 预估近海最高的浪高会超过3公尺 所以在海上摧热的温民朋友 也要随时注意海边上风浪 以及潮汐的变化 注意明天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奇想 好 先带您来到东部地区 在关山的降雨机会 有百分之百要注意午后雷震雨的发生 而在海端路也跟达仁乡 降雨机会也很高 注意午后雷震雨 长冰东河金风 也是要注意午后雷震雨的状况 池上延平悲难降雨机会百分之百 午后雷震雨的情形高 成功太马里大舞降雨机会百分之百 寿风凤陵万荣封兵降雨机会高 同样注意午后雷震雨 新陈瑞岁复礼降雨机会百分之百 注意午后雷震雨 花莲秀林卓西降雨机会百分之百 注意午后雷震雨 吉安关复玉礼降雨机会也很高 同样注意午后雷震雨 而在大同南澳降雨机会也很高 注意午后雷震雨 乌台马加满洲降雨机会百分之百 最高温会达到28度 而在泰武春日狮子乡最高温28度 注意午后雷震雨 三地门来亦牡丹 最高温来到28度注意午后雷震雨 桃园南马亚茂茂林 同样要注意午后雷震雨的发生 而在嘉义的阿里山 降雨机会百分之百 注意午后雷震雨 仁爱鱼池水里心意乡 降雨机会百分之百 而在和平乡降雨机会高 注意午后雷震雨的发生 南庄 湿潭跟泰安降雨机会百分之百 注意午后雷震雨 而在关西尖石还有午风 降雨机会也很高 注意午后雷震雨 而在北部地区的乌来 还有复兴降雨机会百分之百 再次的提醒大家 入夜之后的现在呢 南部地区的雨是会越来越明显 而下半夜开始 其他地区呢也会跟着降雨 而且呢到周末之前 不排除会有大雨 或是好雨的发生机会 部落族人要多加注意 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您一切平安 谢谢大家